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词 其实这本书是在我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了 大学的时候吧 也是朋友推荐的 说这本书特别的感人 说看过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还看过他的电影 改编的电影 小八跟他的主人的那一段感情 其实是特别真挚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就是在下雪 然后小八就等在那个雪里 就是你能感受到他非常冷 非常的难受 但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 还是望着那个车站的出口 这是让我觉得很虐心的一点 就哪怕他已经身体已经很虚弱 但他的精神还在支撑他 东京二月会下雪 三月也经常下 但对小八来说 寒冷 大风 还有把他淋透的大雨 都不算什么 每到五点半 他都会准时 等在色谷站门口 看着过往的每一位乘客 他有养一只猫 叫 叫坚果 然后是一只短腿猫 是一个姑娘 因为我才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他很小 然后他只有这么小一个 然后他就缩在一起 就很像一只坚果 所以我觉得啊 那就叫他坚果吧 我第一次把他带回家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惊恐和不安 实话实说 因为可能这种小动物 其实就是充满着不安全感 但是当我给他喂食 给他帮他顺毛的时候 他的呼噜噜 就是那种猫一高兴 就会有呼噜噜的声音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 嗯 太近接受我了 一直都想养一只猫或者是狗 但是爸妈就是会不同意 但是我妈妈以前 我上学的时候 我妈就不准我养 就说特别掉毛啊 难打理啊 坚果现在已经取代了 我在我家的地位了 就是我上次春节的时候 回重庆家里的时候 我妈就还 还让他睡我的床 就是以前 坚果是肯定不能上床的 因为掉毛 然后我妈居然让他上我的床 然后还把我的床让给了坚果 一旦你决定要养一只宠物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世界 就只有你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朋友 但是其实对于小动物来说 它的世界只有你 小半以与从前相同的方式 开始了新的一天 新的一月 新的一年 每当夜幕降临 他就会回到旧车乡下 卧在铁轨间 闭上眼睛 开始做梦 他梦见 在代代木公园的散步 梦见蝴蝶和上野教授 梦见花开的樱花树 和教授愉快地唱起的歌谣 而梦见最多的场景 就是教授伸出手 和他道别 让他待在这儿 在色谷车站等他回来 正是这梦境给予了他力量和勇气 鼓舞他坚持每天来到车站 因为也许他一直盼望的那一刻 就要来了 我小时候没有少挨打 就调皮捣蛋 有的美的 把衣服弄脏 每天都脏兮兮地回家 我跟我父母相处的模式 其实就是一个 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模式 不算苛刻吧 就是严格 我妈一直都坚信 黄金棍虾出好人 我爸爸会 从小其实都会对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就不要后悔 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 影响我到现在吧 我跟我爸妈 就是我们三个会有个群 就微信会有个群 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在干嘛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好玩的 我会拍给他们 他们看到坚固有些好玩的 我妈妈也会发给我 我觉得亲人的意义 其实就在这里 无论你相隔多远 其实那份牵绊是一直都在的 十年的寒冷 饥饿 失落 挫败 绝望算什么 什么都不算 只要心里坚信 能够再次见到上野教授 就什么都不算 我是不会做被迫的事情的 就如果你要被迫让我做一些事情 我会拒绝 目前来说 因为我认为只有 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 你才能把它做好 所以我目前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我热爱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我们能做好的 那就是当下嘛 我交出了一份答卷 然后答卷给了我答案 给了我反响 仅此而已 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步登天 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成果 所有出来的结果 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以这个积累就需要坚持 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最可怕的 也有空窗期 会迷茫 会不知道 长远的路 到底在哪里 要怎么走 告诉自己活下去 其实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 就告诉自己 现在那我要干什么 空窗不能就是这样 白白的度过吧 健身 那个时候胖 150左右 减肥 多看看书 那段时间 多看看电影 就多上上课 表演课 舞蹈课 声乐课 那段时间其实都在进行 只是那段时间的 一个工作的一空窗期 但是其实每天都有事情在做 我觉得这就够了 其实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说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当机会来了 能不能抓住 其实就靠平时的积累 你好小八 还在等我 你去哪里 是什么时候要做的 这么多的事 是什么时候要做的 也就是